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 主内平安 今天是2月12日 欢迎你们来到每日圣言的时间 今天的主题是 圣节的圣殿 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 马尔谷福音第7章第14至23节 那时候 耶稣叫过群众来 对他们说 你们都要听我 且要明白 不是从人外面进入他内的 能污秽人 而是从人里面出来的 才污秽人 凡有耳听的 听吧 耶稣离开群众 回到家里 他的门徒便问他 这比喻的意义 耶稣就给他们说 怎么 连你们也不明白吗 你们不晓得 凡从外面进入人内的 不能使人污秽人 因为进不到他的心 但到他的肚腹内 再排泄到厕所里去吗 他这是说 一切食物都是洁净的 耶稣又说 凡从人里面出来的 那才使人污秽 因为从里面 从人心里出来的 是些恶念 这一切恶事都是从内里出来的 并且使人污秽 感谢天主给我们的这一段圣言 接下来 让我们听一听 试经小帮手 每个家庭 每个人的卫生习惯 都有小差异 这些差异 轻的也许会让人觉得惊奇或有趣 重的 甚至可能是室友 婆媳 夫妻间不合的因素 今天 如果你发现 自己也经常因为卫生习惯不同 而对某人不满时 让我们听听耶稣对群众说的话 不是从人外面 进入他内的 能污秽人 而是从人里面出来的 才污秽人 借此 耶稣要告诉我们 更值得我们守护的 是心里的纯洁 凡从外面 进入人内的 不能使人污秽 因为进不到他的心 凡从人里面出来的 那才使人污秽 因为从里面 从人心里出来的是些恶念 邪淫 盗窃 凶杀 奸淫 贪恋 毒辣 诡诈 放荡 嫉妒 毁谤 骄傲 愚望 这句话很实际 是反省 当我们不满别人时 我们心中想到的 难道不是如何能够让别人承认自己是对的 如何能够证明自己比较好 如何让其他人都站在自己一边等等 这无非在反射自己心中好胜 渴望操控 自我中心的杂念 如果你今天发现自己心中存有不洁的思想和欲望时 也不必太沮丧 更不要否认 更不要否认 隐藏他 耶稣已经知道我们是软弱的 容易跌倒 我们可以做的是祈求耶稣 用他纯洁无私的爱 浇灌我们的心 充满他 因为 就像一个容器 当我们用纯洁的思念充满我们的心时 自然而然的 我们心中存有的污秽思想 就会被冲淡 取代 请品尝圣言 若耶稣进入你心 他会看到里面收藏的是什么污秽呢 也在我们生活中 活出圣言 每一次有负面的想法时 不要只怪他人 却要诚实去看自己内心的污秽 最后 让我们静下心来 全心祈祷 主耶稣 请你和我一起清理我的心 让它是你圣洁的圣殿 阿们 这每日圣言祈祷 是来自台湾主言传教会 愿天主降福你 也愿我们能够意识到内心的污秽 并诚实地清理它 成为圣洁的圣殿 我们明天再见